身穿至少十公斤重裝 再三check OK 上了風機高塔 防護裝備救世 救命關鍵 高空作業課程 首先得要不懼高 因為除了攀爬練習 學員們也要懂得如何救人 操作救援器材 勾掛好傷者 緩緩學將 在教官教學下 每個動作都要做到標準 這些都攸關未來作業安全 海上求生 情境逼真 訓練自保能力 一系列培訓 為的就是能在海上高聳 巨大的風機 安全移動 離岸風電被視為民型產業 如果要進入風廠 基本安全培訓 BST證照是必備的門票 而如果你願意到第一線海上上班 年薪百萬都不稀奇 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 你會出海 然後真的是在海上工作的風電技師 做二十八天 修二十八天的風電技師 你現在的薪資 每個月大概會有七萬八萬九萬不一定 台灣推動綠色能源發展 其中離岸風電人才需求緊迫 依照全球風能組織資料 推估國內的二零二五年風廠所需的人力需求超過兩萬人 也因此帶動了綠能新貴的崛起 帶想進入這層也淘金 還要經得起重重考驗 它當然要可以不怕高不怕水 要可以耐得住熱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今天的工作是負責在超大安裝船上面 去操作那個吊車 你要負責在飄來飄去的海上 用吊車把一千兩百噸跟一千五百噸的東西吊起來 吊到定位 裝到海上去 這種人的薪水一定會超過年薪百萬 風機葉片吹起上萬個工作機會 帶動產業需求 拿台薪資福利 讓綠領人才炙手可熱